从2011年初至今 转眼间叙利亚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七个年头了 在这七年间 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各方势力在这一片土地上轮番乱斗 伊斯兰国极端武装昙花一现 反对派势力困兽游斗 库尔德武装苦苦支撑 相反 几乎被赶下台的政府却在俄罗斯支持下壮大起来 如今 政府军即将收复东谷塔 土耳其拿下了阿夫林 美国总统特朗普打起了退堂股 宣称美军很快撤出叙利亚 但法国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 扬言要出兵叙利亚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 3月29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了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驻法国代表 马克龙表示打算向曼比计派遣法国特种部队支援库尔德民兵 二战过后 法国一直想重塑世界大国地位 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大国角色 因此 他一直积极参与各项国际事务 特别是热衷于发起战争颠覆他国政权 比如说利比亚战争 在叙利亚他也不甘寂寞 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 他就通过输出民主与达到改造叙利亚的目的 当颜色革命的浪潮席卷到叙利亚后 他更是强烈呼吁阿萨德下台支援武器装备支持反对派 试图颠覆叙利亚政权 以建立西式民主政权 可谓是对叙利亚一直是念念在资 土耳其对库尔德武装可谓是恨之入骨 冒着侵略叙利亚 破坏俄土联盟的风险展开橄榄之行动 赶走了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武装 尝到了甜头的土耳其打算一亿币其功 3月28日 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书面声明 要求库尔德自卫队立即从叙利亚曼笔记撤离 否则可能对其发动军事行动 要知道 在这个地区同时驻扎有美军 既然土耳其敢对受美军保护的库尔德武装发出战争威胁 同样 对别的力量一样不会放在眼里 如今的叙利亚 俄去联军占据了极大优势 库尔德武装被赶出了阿夫林 反对派也放弃抵抗通过人道走廊开始撤出东谷塔 可以说俄序联军今后的工作重心在于协调土耳其撤出叙利亚 以保持领土完整 而后再清理国内敌对势力 这个时候法国要出兵叙利亚 无疑将自己置于俄罗斯的对立面 可以说极不明智 法国虽然是一个经济强国 但其军事能力却让人怀疑 细除法国的近代战争史 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争 在各个战场上与战旅败 无疑胜绩 在国内战场 被德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后来更是直接整体向德国投降 国际战场 被清朝军队打败过 被越南军队从越南赶了出去 唯一可以说的只有利比亚战争 但也是在多国部队帮助 下出了一下风头 实际上一点好处也没捞着 相反萨科齐还把自己搭了进去 在常年战乱的叙利亚 各方势力交错混战 假若法国派出军队支援 慢笔记的库尔德武装 首先面对的是土耳其的大军 土耳其刚取得了阿富林战士的胜利 战斗意志空前高涨 一点法国军队还不够他三押缝的 同时他还要面对俄旭联军打击的可能 俄军的战斗力已经在叙利亚战场得到了证明 可以预见法军只会以惨败结局 所以 法国出兵叙利亚也只是在口头上呈呈强 在国际上刷刷存在感 并不会付诸于实际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